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周围去的人 未必一定要去到说要离开香港去其他地方旅行 其实就算只是在香港周围走 我觉得都已经足够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每一个人都会有的童真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伙想去冒险的心 屯门这个地方一直以来比我的感觉都比较陌生 虽然我有朋友都住在屯门 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少来到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就来到这里想要探索一下这个地方 我是Daniel 欢迎大家收看《踏遍者大地》 我们现在上班潮刚刚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在铁铁站准备出发去前面了 今天一件事比较失算就是今天天气不好 第二件事就是我没有遇过这段时间 原本是这么多人 但是幸运的人都会过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都准备出发去屯门 我们到时候再见 好 终于到步了 来到屯门这个地方 我自己是比较少来这个位置 你看到是轻贴到站 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应该是我来一个叫做珠海学院的地方 报大学课程 那时刚刚中六毕业 无奈是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来屯门 那这次是第二次 是比较陌生的地方 这个对我来说 但是不陌生的话就没有探索的价值 那我们现在出发去周围走一下吧 其实我觉得B City没那么早开门是一件 几正常的事来的 因为始终这些时候 大家都是要么就 要么就没起床 要么就还在上班 那些 所以我觉得正常的 我来这里的目的都是为了来买点点食物 因为我还没吃早餐 所以我们先去买点食物 我听一些我住屯门的朋友说 这里是真的带到一个点 是你由屯门的一度 去屯门的另一度 可能已经要半个多钟 我本来都不相信的 但是就是我看一看了Google Map之后 我才觉得其实 它这段路程可以只用到半个钟的话 它应该是运动建章来的 是的 我是不会买来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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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今天真是连续打脸 什么是今天天气没那么好 喂 跌到肺 这个太阳是真的厉害 我觉得我要塗一塗防晒 否则我真的害怕 把照片都关上了 还有呢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 尤其是现在问一下住屯门的人 因为我现在来到屯门 其实这些这么好天的日子 你们会不会出街的 还是你们都是觉得 这些人都傻傻的 热死烂烂的 你真的要出街 三十几度你真的要出街 我想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那么 留言告诉我 留言告诉我 我认为这里都会挺特色的 我觉得他们 经常都会穿着校服的学生歌 周围走 应该都是他们现在是 方法时间的 所以他们 会在这里周围走 我觉得正常的 我会在这里吃饭 我的相机就快没有电 所以 所以...我們看看吃飯拍到多少給大家 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外面是下雨 有沒有印象?剛才我還在天橋底 在那裡煮防曬 到死的樣子呢? 現在下雨了 這件事真的很搞笑 這個時候我們有沒有加點音給我拍呢? 好,趁現在沒什麼預料我們快點來拍了我們想要拍的東西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三成村 那邊有一個叫海鮮坊的東西 是一些挺特色的東西 我們過去看看 因為這裡的海鮮好像都非常出名 我們不要走一步 來到這裡快點看看 如果你是為您的夥omer 打開這股角 可能是在我的軌道 我會走走 進化 敲圍 是你 在這兒 如果您對我 是 在這兒 時 到了 這裡就是黃金泳灘 稍後再晚一點的時候 我才再過來這裡 現在在我面前的就是黃金海岸酒店 讓大家看看 這段旅程 就差不多來到尾聲了 其實本來我來到這個海灘的原因 是因為我想 期望在這裡可以看到一些 好像日落的光線 未必一定要好像很史詩式的那隻 有個鹹蛋黃在天上跌下海平線 不需要 但是我本來也預期自己可以看到 有一些好像日落的很柔和的光線 但結果也沒有的 結果我看到的東西是這樣的 其實這件事令到我有沒有不開心 一開始當然有一點 因為始終是我一開始期望看到的東西 但是看不到 我會不會是因為未日落的 但是其實在我放空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這件事就是 其實人生是由一段一段很小的旅程去組成 而每一段的旅程去到最後的時候 你都不一定會得到你最想得到的東西 但是不是代表這樣是不好呢 其實旅程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覺得 不是去到你最後你得到些什麼 反而是在這段冒險當中 你有沒有好好享受過那個過程 如果你有享受過那個過程的話 其實我覺得 就算你去到最後看到的一些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在過程中你開心了 結果就顯得不太重要 啊!對了!還有一件事 我去到最後都沒有不開心的原因 其實很簡單 一落而已 如果沒有自己做一個給自己不行 好,那玩夠了 是時候回家了 我們這次的影片就差不多來到尾聲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樣的 看不看冒險的影片呢?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樣的冒險的影片 大家都記得按個讚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也可以在立護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